1998年的一天傍晚 家住昆明东山区陶家小河村的丁发平 路过河滩时 被一阵金光闪了眼睛 走过去一瞧 只见一枚怪石躺在岸上 浑源饱满表面散发的盈盈光泽 乍一看 仿佛神话中 泰上老君的葫芦 哎呦发财了 当晚他便揣着宝贝回了家 妻子拿着手电对着石头照来照去 果然遍布全身的金线星星点点 看得人眼睛都画了 他爹这里面要都是金的 咱可就彻底发了 按照夫妻二人估计 这宝贝起码能卖个五百万 由于事关重大 他们特地找村里最有见识的丁婆婆来张眼 想当年老人家是十里八乡 有名的大户小姐 穿金带银吃香喝辣 还上过几年洋学堂 当宝贝石头被丁婆婆捧在手中时 老人家假牙都快笑掉了 望着老太太激动的目光 小两口这才把心放在了肚子里 然而俗话说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丁发平捡到宝贝的消息 便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 这天夜里 一位陌生人敲开了他家的大门 来者姓郑是当地业内有名的骑石收藏家 得知对方有门路 小两口急忙把金娃娃拿了出来展示 这一看不要紧 郑士权当场呆住了 即使他见多识广 收了一屋子的怪石 但似此种葫芦造型绽放金光的 还属首次见到 为了将其收入囊中 郑某向小两口开价五万 其料当场被丁发平拒绝了 五万你想什么美事呢 从陶家小河村回来后 郑士权愈发感到奇怪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怎么会刨出金鸽的呢 好奇之余 他翻译了当地的文献 结果一看不要紧 早在多年前 华东地的局 就在东川北部的金沙江畔 勘探到了总面积 高达162平方公里的情况 储量之丰富 位居世界第三 哎呦 我错过了件无价之宝啊 就在郑士权后悔不已时 百里之外的陶家小河村 传来了一条爆炸性消息 河边又出现了金娃娃的影子 金娃娃 你发彩了 你这个金娃娃 大家是金娃就发财了 发财了发财了是吧 你好好保护保存的呀 1998年的一天傍晚 家住昆明东山区 陶家小河村的丁发坪 路过河滩时 被一阵金光闪了眼睛 走过去一瞧 只见一枚怪石躺在岸上 浑原饱满 表面散发的盈盈光泽 乍一看 仿佛神话中 太上老君的葫芦 哎呦 发财了 当晚他便揣着宝贝回了家 自此后 每天下午丁发坪 都会在河边游荡 希望再解一枚金疙瘩 久而久之 附近的村民们也加入了进来 有的甚至天刚亮 就坐在了河边 无形中 一股淘金热 在陶家小河村刮了起来 但不知为何 半个月过去了 连金沙的影子都没瞧见 更别提 葫芦样的金娃娃了 这台大伙一个个怨声载道 打算放弃时 突然间 倾盆大雨 笼罩了陶家小河村 雨过天晴后 河岸的积水涨了许多 正在此时 一枚枚金娃娃重现人间 在阳光的照射下 绽放着金色的光芒 说时迟那时快 村民们一拥而上 将其搜刮以空 与此同时 大家脑海中也生起了疑惑 为什么金娃娃会在雨后才出来呢 顺着这条思路 十几个年轻人背着铁锹 沿河而上 来到了深山里 下一秒 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只见悬崖边 冒出许多褐色的石头 又圆又亮 煞是诡异 但奇怪的是 就是不见金娃娃的影子 正当众人 障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时 一位老者神秘的出现了 他叫张家志 是当地著名的 骑食专家 得知村民们 在找金娃娃 笑着指了指 远处的黑疙瘩 意味深长道 这可是好东西 你们要珍惜呀 原来这看似奇毛不扬的东西 地质学上称作石胆 正是村民们要找的宝贝 它早在寒武纪时期就诞生了 距今已有五亿年 由于地质变化 碳酸钙类物质凝聚成团 再经过数亿年演化 风沙后 就成为了眼前这些黑赫色的圆球 骗谁呢 一个黑不溜秋 另一个金光闪闪 咋可能是同一个东西 听闻此事 丁发平有些急了 他决心去一趟省城 找研究机构亲自化验 挽回自己的金歌的 然而没想到 大跌眼睛的一幕出现了 1998年的一天傍晚 家住昆明东山区 陶家小河村的丁发平 路过河滩时 被一阵金光闪了眼睛 走过去一瞧 只见一枚怪石躺在岸上 浑圆饱满 表面散发着 盈盈光泽 乍一看 仿佛神话中 太上老君的葫芦 此刻 研究人员正在对 丁发平送来的样本做化验 另一头 陶家小河村也乱成了一锅粥 这几天 村里人疯狂的在河滩上捡石头 家家户户塞了一屋子 这要是一文不值 可就白忙活了 两天后结果出来了 经仪器检测 所谓的金娃娃 其实就是地下深层的黄铁矿 因为内含硫化铁成分 当表面凝固的结晶被光照射时 才会绽放金色 让人误以为是金子 胡说 明明就是金戈的 不然它为啥这么光滑 跟打磨过似的 镜头前可以看到 丁发平等人捡到的石头 的确非常奇怪 有的呈葫芦状 还有的像轮胎 一个个跟机器抛光似的 平滑细腻 对此专家解释 这是因为附近山势特殊 使得硫化铁被物质包围 从而长成了浑原的外形 说白了 什么金娃娃 全都是以讹传讹 村民们一厢情愿罢了 合着费了半天劲 全白忙活了 此时最心痛的莫过于夫妻二人 一想起当初的五万块 丁发平长的都毁清了 正当众人哀声叹气时 当初的张教授找上门来了 他告诉大伙 这种品相的石胆 每一个都是极为难得的宝贝 从地质上说 堪称无价之宝 因为不仅诞生于五亿年前 而且还得恰好被硫化铁包裹 历经风吹日晒 最后冲到河岸上 光是他的外表就具有打磨价值 当然了 这世上哪有动不动金鸽的 就自己找上门来的好事 对于丁发平等人来说 只要脚踏实地 好好利用周边的资源 这未免不是一次机遇 如果当初是你捡到了金娃娃 你愿意出多少钱卖出去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